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皇帝者少典之子 皇帝居轩缘之秋 而娶于西林之女 是为雷祖 雷祖为皇帝正妃 生二子 其一曰玄霄 其二曰昌邑 昌邑娶居属山氏女 曰昌仆 生羔羊 羔羊有胜得烟 皇帝崩 藏桥山 其孙昌邑之子高杨 视为帝专薰也 帝库高薰者 皇帝之曾孙也 高薰父曰乔吉 乔吉父曰玄霄 玄霄父曰皇帝 帝库娶尘封侍女 生放薰 娶居姍女 生至帝库崩 而至代吏 帝智吏不善 而帝放薰令 视为帝瑶 这段话的意思是 瑶是皇帝的曾孙 我们再来看看 皇帝和羽是什么关系 史记下本纪记载 下羽 名曰文秘 羽之父曰滚 滚之父曰帝专须 专须之父曰昌邑 昌邑之父曰皇帝 看明白了吗 原来羽也是皇帝的曾孙 而瑶和羽是堂兄弟 最后我们来看看 顺和皇帝是什么关系 史记五帝本纪记载 瑶顺者顺帝也 姓瑶名崇华 崇华父孤首 孤首父曰乔牛 乔牛父曰勾望 勾望父曰靖康 靖康父曰穷蝉 穷蝉父曰帝专须 专须父曰昌邑 原来顺是皇帝的八世孙 这样问题就来了 史记记载 瑶让位给了顺 但是瑶和顺相差了四代人 瑶是顺的太爷爷 后来顺又让位给了羽 羽和瑶是一辈人 也是顺的太爷爷 这怎么可能呢 白姐也糊涂了 这到底是哪里出错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您收看 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感兴趣 请点击订阅银雾影社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银雅